终于来到了云南昭通 你们看 马路的边上都是苹果树 现在正是苹果成熟的季节 上面灌满了红彤彤的苹果 马路边上都是卖苹果的 来到了昭通市的龙市宗池 龙市家池 这里也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市家池免费参观 看一看龙家池塘的简介 它位于云南昭通城南十公里的波崎湾村 是民国时期云南省主席龙云 祭祖修建的家池 龙市家池城墙内占地26亩 主体包括池塘和宅院两个建筑群 并有门楼 梁昌 月牙池 花园 碉堡 网球场 城墙 护墙河等附属设施 这里既有中国传统庙堂的岩树 又有苏州园林的雅致 还有欧洲建筑的情调 以及那个时代的特征 把这些风格各异的艺术和音术 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而形成了自身独树一枝的艺术特色 这个也有年代感了 你看 我们从左到右吧 这里介绍了龙云的老师 龙云也推进了滇剧的发展 这一间房子是写着 昭通级抗战士兵的名录 这一间房子是讲了几位 抗战烈士的增长 疆场的历史 我们看一看二进院的荣氏加持 这里讲的是池塘的文化特点 是天地之性 莫大于孝 立身行之 纯孝感军 孝文化 这个是龙云的包妹 他终身为嫁 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个 由政府表承的贞洁校女 这是龙云的简介 这里介绍了龙云的几位夫人 这一个应该就是后面的后院了 三进门 三进院 这间是宅院的正房 以前还有壁炉 看一看内厢房 以前的床 这个是中厢房 是以前的会客厅 它里面有一面大镜子 这个镜子是当初当年蒋介石所赠送的 最后这一间介绍的是抗战的历史 龙氏加石的后院 非常漂亮也非常大 这里有一棵无花果的树 这是它的城墙 还有两座碉楼位于宅院的东南角和西北角 下面两层由石头织切 上面一层由青砖织切 这是后院 你看后院的风景也这么好 那个就是后门 这里也成为游人打卡拍照的地方 这个叫罩壁 也称为屏风墙 寓意外面的煞气和邪气不内清 主阁里面的财气和福气不外泄 最后我登上了城墙 再看一眼这城墙的内外 荣氏加持不仅是朝中人民 对英雄的思念一寄托之所 更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面不朽丰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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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